南斗县109年度社区评鉴开跑 今年代表水里乡参加社区评鉴的 是由骏坑社区发展协会来参与 在李赤省的带领下 除了让评鉴委员认识环境 以及了解平时社区推动的事物以外 现场也带来脆梅DIY 来让评鉴委员体验 我们今天脆脆出来跟评鉴 真的好有勇气 让评审说做得还不错啦 还是还要继续加油啦 评鉴我们差不多在两个月前 就持续的在准备了 也跟香港所的我们的承办人 都去到第三了 去看人的评鉴因为我们没有评鉴嘛 粗粗 是不知道要怎么评鉴啊 所以去看人的评鉴 看人怎么做 我们回来加油一下 再加强一下啦 虽然骏坑社区第一次参加社区评鉴 但不论是社区事务或者是活动的推动都非常的用心 尤其在新住民的部分也做得非常的好 看到我们净坑虽然第一次参加 那我们有看到我们净坑社区 有很多的一些班队在执行 尤其我们看到特别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新住民的一个成长班 也就是它的烹饪 烹饪以及烘培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在妇女福利的部分 我们可以协助到我们新住民来到我们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福岛的一个在地很多的一些我们的烹饪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净坑社区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力 新议员陈淑慧相当肯定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 不论在长辈或是儿少部分都相当认真的在推动 也期盼能够荣获评鉴委员的青睐 净坑社区发展协会能够表现出这么优秀 尤其净坑村的人口只有将近400个人口 但是能够呈现出来的净坑特色 非常值得其他社区来做一个学习 所以今天整个一个评鉴应该获得我们评鉴老师的一个肯定 相信分数应该会打得很高 希望说今天的评鉴能够带给我们健康社区发展协会更好的一面 健康社区发展协会对于社区事务推动都相当认真 这次首次代表水里香参加评鉴 传说会议员也期望评鉴委员能够肯定社区发展协会利用心 给予高度肯定 记者邱平毅水里采访报导 记者邱平毅水里采访报